在网课的00后开始参加教资考试 学生被校外的人威胁了 你怎么处理 首先咨询一下我的学生们 是因为什么原因惹毛了外面的同学 然后我会给我的学生们做很充分的思考工作 我会告诉他们不要怕 因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三马路才是所 那个大队长 那是我亲小舅子 学生起来后的同学呢 叫到我的办公室 如果教育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 我会啪一个右边腿 我怕一个左边腿 哪来这么多的沃龙凤雏 比如说小王和小明打拳 我先做这个小明鲜 你可能会咋了 会打你 应用吧 出来会要势力 要背景 你今天穿了一件衣服进教室的时候 有学生大喊 老师你好性感 你该怎么办 考生请作答 首先我不会穿一件衣服进教室 我还会穿一条裤子 然后我会对那个同学的 别人说 还有更性感的 等会来办公室找我 上课时一个女生突然扶在桌子上扑了起来 你该怎么办 考生请作答 好好考生 现在可以说答 首先具体分析 具体分析 我会通过的过去 问一说 因为什么空气 如果她是正在处理于生理期的情况下 那我会不安慰她 这个小小小的生理通知 很难不用 因为生理期 不要害羞 这个问题一定不要害羞 其次 如果不是因为生理期的情况下 出现了问题的话 如果是因为考试 没有考好 她出现了这种空气的情况 上回问她考的多少 如果分很低的话 那我会建议她 这个学习不要害羞 因为她在问我老师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些面条